我自己是同志 可是我又很喜歡當女孩子的感覺 同志他們對自我的認同是非常OK的 他們不需要透過手術或等等的方式 去讓自己有何協調 化性別還有一部分的transferner 他們是不需要透過做手術 就可以達到自我認同的接受 那做手術的這一群 手續上我 只是因為他們有性別不安 性別的焦慮 所以他們需要透過手術來 平衡他們自我內在的接受程度 那時候的我其實還很迷茫 不太敢承認自己 也不太敢接受自己 在舞台上的時候 常常覺得會好像少了一個東西 那那個東西就是對自我的認同 其實我覺得我內心是還蠻old school 就是我覺得有一些很feminine的東西 在女生上面是很吸引我的 然後很manly的東西在男生 放在男生身上 比如說像看Doche Gabbana的 campaign 你就會覺得哇那個男的也太帥了 就是那樣的東西其實我覺得它 到消失是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或者是我覺得很難 但是我覺得中性的出來 它會在這個世代跟下個世代 甚至下下個世代會變越來越重要 是因為當我們的教育提升 我們自我意識高漲的時候 性別或者是自我認同 它是個公僕嘛 所以已經不再是非黑即白 而中性它可以提供 現代的人一個很舒適的空間 所以它是一個舒服的象徵 所以可以讓很多自我定位 並沒有那麼明確的人 他們可以在這個中性當中 找到一個自己舒服或屬於自己的定位 我從來沒有一刻真的出櫃過 就是沒有跟我家人跟朋友說 喔我是傳承家然後我是什麼什麼這樣 直到我母親就是醫生跟我說 我媽只剩一個月的時候 那時候我才深正的告訴她我的事情 它是我過去以來立地旋轉的意義 因為我爸藏起不在家 所以我可以把這件事情藏起來 然後以後賺很多錢 跟她一起生活就好了 那時候是這樣子 所以她離開的時候 就是妳就沒有目標了 她說換哪 我都知道 她說 她說我很抱歉 沒有辦法 Sorry 她說我很抱歉 我沒有辦法 在妳最彷徨的那段時間 陪伴妳 抱歉 然後 然後 所以我覺得 如果能跟讀者講的話 我想要跟兩類的朋友說 就是第一類是 妳身邊有這樣子的朋友 跟妳 甚至妳的小孩是這樣子的 diversity的 我不說是傳承 diversity 不一樣的孩子 我覺得 盡力地去接受她 跟愛她 因為妳不會後悔 然後還有一批是跟我一樣的 朋友 就是 不要急著去證明自己 反倒花時間去 認識自己 接受自己 跟 心理能力上面的強化自己 因為有一天 時間會代替妳證明一切